泰国参议院6月18日表决通过历史性修法 让泰国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也是继台湾和尼泊尔第三个通过婚姻平权法案的亚洲国家 经过多年的争取 泰国终于通过同婚法案 让活动人士和LGBTQ群体激动不已 也激励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活动人士 泰国LGBTQ群体成员兴奋地庆祝多年的奋斗迎来这项胜利 泰国的同志伴侣将可以合法登记结婚 获得和异性恋婚姻伴侣一样的权利 包括减税、继承伴侣的遗产以及领养小孩 在这项法案通过参议院表决之后 泰国总理府前的广场化身成为欢乐派对 泰国政府官员首举彩虹旗 带领民众走过彩虹步道 庆祝泰国迈向婚姻平权的里程碑 泰国社会发展部长沃拉伍骄傲地宣告 泰国成为第一个承认婚姻平权的东南亚国家 泰国通过婚姻平权法案 让其他东南亚国家的LGBTQ人士呈现 在同婚法案通过的前几周 一对来自邻国缅甸的同志伴侣 参加泰国北部城市清迈的同志骄傲大游行 并举行了仪式性的婚礼 在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 LGBTQ族群面临到迫害和监禁 没有办法看到像泰国一样 代表性别多元的彩虹旗 飘扬的景象 这对来自缅甸的同志伴侣表示 尽管在清迈骄傲游行所举行的婚礼 仅是遗事性 不过这是他们相爱的证据 而且是在家乡缅甸所无法做到的 泰国同婚法案还需要经过泰王的正式签署 在经公告120天之后正式上路 预计泰国的同志伴侣最快在今年10月就可以结婚 其他东南亚国家的LGBTQ群体也希望 有一天能够在他们的国家获得这一项基本权利 杨广编译 张亚涵报道